其实呢 特别好 对你来说 因为人生已经不可能再糟糕了 所有的糟糕都经历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呢 对吧 号称有个老公 号称出去挣钱了 人人人见不着 钱钱钱见不着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你会发现你肩上的担子相对就轻了 人生最坏的时光 其实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要大胆改变吧 把事说清楚就完了 人家原不原谅 但是你得把事的来龙去脉都说了 就他里面有特别多的违背常识的事 就把他一勾勒出来 这小子怎么那么快就做上了工地老板吧 是真做还是假做吗 你去看过吗 我相信他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 他这个事到这儿到此就为止了 回家说清楚 不在这儿纠缠了 每个人都有想改变生活的想法 我想问的是 你做好准备去改变生活了吗 你有这个能力去改变生活吗 这是你真的要认真考虑的 想改变 要自己提高 去认知 不是把它带回家 你们的生活就能改变了 也许有它你更没法改变好 把事说清楚 我到底干嘛去了这钱 我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你透个实底给人家 你总要面对的嘛 生活总要面对的嘛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儿宫我真的很爱你 我想你陪在我身边 钱不钱的无所谓 我们可以以后慢慢的来嘛 老婆我也很爱你 但是我现在确实没办法 丢下我身里的工作 我那么努力 也是为了你和孩子 刚刚我也听了你妈 说的那些话 我也知道你在家里面 过得很辛苦 我知道错了 但是从这里回去 我回去好好哄哄 老爸 咋妈 再等我一段时间好吗 我不想再等了 很累 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最后核实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除了 车的贷款不欠什么钱了吧 就好像三个月 多少钱吧 一万多吧 八千多八千多 到底多少钱 八千多 别老抱花账 车多少钱啊 我半价十二万多吧 还几年啊 两年 八千块钱 还有其他的外债吗 没有 工程做到什么进度了 就是上一个工地做完了嘛 就是 下一个就别做了 钱结了吗 钱没结 等着结钱 结多少钱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左右吧 五万块钱左右 得了别干了 拿着完个钱回家吧 还八千块钱贷款 不还剩四万二吗 把四万二都给你爹看病 够不够 够 听着啊 我给你个概念好吗 如果他从现在开始不再接工地上的活了 这三年 等于唠了一辆车 十二万 加上你公共两次手术的钱 这账咱就假装它是个明白账 谁叫你一上来说 钱不钱的我不在乎呢 傻姑娘 好吧 这账对了吧 对 很简单 今天 离开这个节目 你就跟他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 你就出来 你要再什么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你就不出来 行不行 记住了 你出来的要求是这个 这样行吗 你得想想你为什么出来 你要不要出来 你想清楚 我只是想让他多陪陪我 哎 这还是有本事的 这能吃得死死的 谢谢老妹 请回 哎 你记住啊 你要出来就是回家 来 请关门 来 看舅舅的选择 请开门 是回家了是吧 回 不干了 哎呀 心里一下轻松了 哎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神晓 新的 心目 发生 scra